那我接触张家大师之后 张家大师教我 学释迦牟尼佛 教我去看两样资料 这《大藏经》里面有的 在那个时候没有担心本流通 释迦普 释迦方旨 他老人家很慈悲 你要学佛 你先认识释迦牟尼佛 你就不会走弯路了 那么这个资料看完之后 才知道 释迦牟尼佛确实很伟大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 他是个教育家 他跟宗教挂不上沟 出身 出身于王族 他的父亲是国王 那个时候 古印度跟中国 春秋战国的时候差不多 都是很多小国家 他说国王 十九岁 离开家庭 出去 参学 所以我们知道 千年的释迦牟尼 非常好学 离开家庭 出去求学 那个生活很苦 像苦心生一样 印度 确实 是好地方 在当时 在这个地球上 学术 特别是 这些 可以算得上 是世界上的顶尖 可以算得上 宗教 也如是 印度是宗教之国 他的学习 所有宗教的这些大德 他都见过 都学过 而且学得非常认真 所有的学派 他也学过 那么当时 印度 他们有个 很好的一种风气 是成定 无论是宗教 是学术 都重视成定 佛经上讲的 四禅八定 那不是释迦牟尼佛 所传达的 古印度 宗教学术 通通都学这些东西 当然 年轻的宗教学术 也不理会 闹钻 所 equal 能够 脱破 空间维持 所以就发现 六道了 六道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修丁 你修到一定的程度 你都见到 你见到跟他见到 你们看看你那完全一样的 见到的人太多了 上面呢 从二十八成天 下面到阿比迪 整个六道里面的状况 他们一清二楚 可是 那要问 这六道从哪来的 为什么会有六道 六道之外 还有没有世界了 这个问题 不但在印度所有宗教 无法答复 印度的一些知识 也不能答复 释迦牟尼科修了十二年 三十岁 于是 他就把学习放弃了 学了十二年 就算是毕业了 放弃了 在横河边上 毕多罗树下 到座 他开悟了 以后那个树 叫菩提树 菩提是觉悟的意思 他在那个地方 八彩大悟 入更深的产地 什么产地 在《楞严经》里面 手楞严打定 在《华严经》上说 私子分训三妹 这就坚信了 也就是真正把起心动念放下了 不起心不动念 就恢复到自心 这才把宇宙人生真相 真正搞清楚 可明白 六道轮回是一个小点 太小 太渺小了 就通通搞清楚了 当然非常高兴 把他这个境界 详详细细的讲出来 做了个报告 给谁讲的 给人讲 人听不懂 别说我们世界人听不懂 二十八成天人也听不懂 所以他在定中讲的 我们看释迦牟尼佛 在菩提树下打坐 哪里知道 他在那里讲《华严经》 《华严经》就是世证 开悟的境界 他说的详细 全说出来了 说了多少天 经上咱们记得 二七十 十四天 也有经上讲三七十 这个我们可以不必去体会 也不用 用不住去考证 不要去搞这些分别之处 那顶多是二十一天 定中讲的 禅定里面 时空没有了 时间跟空间没有了 这个我们能够信得过 为什么有科学证明 科学什么样证明 催眠是很科学的 大家 催眠里头 那个时空没有了 你看催眠两个小时 他可以能回忆到过去好几世 催眠的时候 他能够到天堂 也能够到地狱 你看 时空都突破了 所以我们知道 催眠也是要精神一切放松 一切放下了 心里头没有咋念 云里是一样的 那个禅定 那功夫就更深了 他时间就更长了 七天 二十一天 确确实实 能够把变法界 需空界 都看清楚了 都看明白了 其实要不要 不用 一念之间 一念之间就通达明了 就看你放下多少 功夫浅身了 不在别的 在你放下多少 所以 诸位要想用功 千万不能止住 你放得越多 你的心越清净 你就越接近 你的自信 还原观里面所讲的 自信清净 圆明体 越放得多 就越接近 越接近的时候 你就越了解 那么 了解真相之后了 他老人家出境了 开始教学 为什么开始教学 这个 慈悲心 自然流出来了 没有理由 没有条件 见到众生 就想帮助他 回归仔细 为什么呢 他跟我是一不是二 主的人知道 你的人不知道 一体 这样一展开 就教了四十九年 世尊 七十九岁 圆寂地 三十岁 开始教学 七十九岁 所以 讲进三百余会 说法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